我这个系列呢 就是主要是和水有关系 就是描述的是一种未来的一种景象 是一种就是被水淹没的一种城市的概念 所以当初我就看到了这件作品 我觉得特别和我当初想表达的那个观念 非常的契合 传统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就像血液一样的 但是我外在的一些知识和背景结构 让我去把这种血液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演绎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我是出生在上海 上海又是一个特别变化非常 在近几年非常大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是看着它一点一点的 用很快速的速度增长 那么这个可能对我也会有很大的一种反馈吧 首先先是拍照片 拍很多的城市里边的景象 就是各种各样的高的楼低的楼 然后甚至有些破旧的拆迁的各个地方 然后我把这些东西就是作为一个像素材库一样的 就是把它存在电脑里边 而且这个素材库是不断地在扩充 随着时间因为我不断地在拍 所以它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丰富 然后我在做每个系列的时候 我会调取这些素材库 然后每一张图片需要做很多处理 比如说要抠背景 然后去掉一些只留下建筑的外形 然后再一点一点的把它 可以说像古代的称法这种方式 去一点点的就是把它实现成 看上去像古代山水的这样的状态 我的作品其实你看起来是一个 就是山水的形式 但其实每一张照片 它都是一个记录 真实记录 它反映的其实是一个 中国一个典型城市的一个发展轨迹 或者说是一个不同层次的发展阶段 或者是城市的纹理 就是